感谢您对Aviv Tarot的支持与观赏 大众塔罗占卜不一定会符合所有人的状况 听取对应到你的讯息和建议 其他的就无需多加理会 我希望我的影片与解排对您是有帮助 有建设性的给您带来力量 而不是具有恶意或破坏性的哦 我会依据牌组实话实说 不希望提供虚假的希望或承诺 我能体谅与了解你的感受 无做任何批评或谴责 最后的决定在你 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哦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的Viv Tarot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就是有关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运势哦 然后今天呢我们做一个简易版 爱情运的话呢我们就是爱情运这样 然后财运就财运这样 因为通常我之前会分的比较细嘛 那工作运的话也是工作运学运还是学运 然后找工作的话 我觉得它跟工作运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找工作我也是分开哦 所以那个的部分我们还是保留 但爱情运跟财运的话 我们今天就是简易版 但是 但是 记得听到最后哦 我们今天在最后面的话 会给大家就是 因为既然简易版的话呢 我们最后就是会用这个remaining的 这一叠的牌卡 然后来抽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 很快速的yes or no的问题的话呢 记得要留到最后 然后我会给你们选项 那然后你们就可以问问题 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快速的简易版 yes or no ok 好 那今天的话这边有四组牌 一二三四 然后你可以平直觉看数字选哦 然后呢 如果你需要有辅助品的话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一起有一个辅助品 那辅助品的话 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这个是那个 而且就是上个礼拜的话 我也出了讲这个 熟练的 ok 做一个开箱分享的部分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呢 连结我有写在下面哦 那你可以打 20% ok 可以打20% 然后记得用我下面的那个分享码去 不是分享码 就是用我的那个连结去订购 ok 好哦 那我就这样分这边 这个的话不是他们家的啦 但是因为选项有四个嘛 所以我只有三串 所以 ok这样子四个 让你们选择 然后今天晚上的时候也会上这个新的podcast 这个podcast呢 就是会聊一下月相 月相的部分哦 月相是什么呢 就是月亮有八个不同的长相吧 ok 月相 然后每一个月相有不一样的意思 以及在不同的月相出生的人也有不一样的性格 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他也是跟占星有些关系哦 因为不同的月相就是要从你看你的月亮跟太阳的位置 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figure out说你到底是哪一个月相出生的这样子 那如果你算不出来就是你到底是哪一个月相的话 那你就写email给我哦 ok 我可以帮你算看你是哪一个月相 ok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月亮的小知识啦 ok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听看咯 嗯 好 那么 嗯 时间轴的话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留言区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这个占卜的部分 然后还有直接时间轴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废话就不多说 我们就要从第一组开始咯 好 我给你选择的是一号牌组 是这个绿色的aventuring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嗯 第一个是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哦 有一些选择需要做哦 未来在做工作上面哦 工作上面有一些抉择吧 有一些选择需要你们去考虑 然后你们有可能是有 这个我觉得因为是lovers的牌嘛 说不定也有一些办公室恋情啊 如果你们就是还是单身的话 如果不是单身的话 那就是糟糕了 ok 那是不好的桃花 记得要避免掉哦 那lovers的话 这张牌也代表我刚刚说的有一些重大的决定跟抉择 可能会在这个礼拜你们需要去做的哦 在工作上面 ok 好哦 那双子座当然也有是跟沟通啊 跟通讯啊 什么这些有关哦 所以在工作上面 未来七号十天 沟通的部分也是你们其中的一个重点 然后跟大家可以沟通的比较好 然后还有这个双子这个部分的话 双子的嘛 水星 也是收集情报的时候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也适合收集情报 要收集一些资料等等 ok 好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人际关系 其中也是一个未来七号十天在工作上面的一个重点 除了这个有重大抉择选择之外 好 那如果是学运的部分呢 未来七号十天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哇哦 又是一个大牌 ok 这个是那个justice ok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呢 哇哦 也是一个风向牌哦 好 那么 未来七号十天呢 在学业上面哦 也是有一些蛮重大的一些事情啦 我说重大主要是因为就关乎人生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方向 主要是因为大牌的关系哦 主要是应该这样 那么 因为它也是跟这个风向星座有关哦 所以也是一个跟人际关系特别有关系的 而且这个人际关系哦 跟这个双子有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这个是比较一对一的一个关系哦 所以你可能跟一个比较亲近的朋友啊 亲近的甚至老师啊 就是一对一的这个关系的处理上面是需要比较更慎重一些哦 ok 那学印好不好呢 我觉得还ok 主要这个这张牌我觉得会是你不要太斤斤计较啦 ok 或者是说 嗯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 比如说你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那么当然你应该要回馈这是一个平衡的部分 但如果你是一直帮助别人的话 当然别人应该是要回馈啦 但有的时候也不应该就是太过的一些计较的一些东西哦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有所保留 如果你发现对方不是一个值得你付出的人对吧 所以就是怎么样子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的部分还蛮重要的哦 然后在未来七到十天在学业的方面 那学业到底好不好呢 我觉得你只要有付出努力的话呢 这张牌应该一定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回报 ok 好 那么我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找工作的话 找不找得到工作哦 诶 有喂 yes 明明之中有 哇 又是一张大牌 ok 明明之中是 一号牌组 你们未来七到十天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啊 ok 好 那么 找得到工作 工作的部分应该是有一些那种明明之中 有那种神助力的那种感觉 所以 可能要比较那种听着 心理的声音走啦 或者就是可能你要注意一些什么 那个sign之类的 因为这个就是比较隐晦一点的感觉 你看 但 工作的部分 找工作不是还不错 其实是真的是 有些可能隐姓的贵人啊 之类的在帮忙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爱情运 我们今天刚才讲的爱情运的话 就是讲一个快的部分 就看爱情运是好还是不好 是偏好的部分还是怎么样 所以爱情运的部分我们来看 太阳 太阳 nice 未来七到十天 不管你现在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爱情运未来七到十天很棒 稳交的也OK 你要复合复联也行 暧昧也有机会见光 单身也有机会可以脱单 能见度非常的大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爱情很顺利 还不错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财运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 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有一些状况 基本上第一个是 一号牌组你们也太夸张了吧 五张都是大牌 你知道 这几率有多小吗 I promise 这个五张牌我都是 是random这样抽 你们看过我洗牌抽牌吗 就是那样抽的 五张都大牌 一号牌组 未来七到十天真的是一个大的转类点或转折点 大家真的要注意 或者是做什么决定都可能要更慎重 或者是你可能要想的可能更久远一点 而不是只是未来七到十天的这个部分 有可能你现在做的一些决定会影响你之后 maybe升职一年的一些做法 选项未来等等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那么财运的部分这一张也是一个你要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 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基础有点不太稳的一个状态 财运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大进大出 你如果真的有进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个大进 但也会一个大出 这个比较是一个大出的一个状况 所以财运的部分有破财的可能性 在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这个也是要不要注意的 那你最好如果有一些savings的话 当然是更好 那如果你现在抽到这一张牌的话 要开始有点未雨绸缪一些 然后做好一些防备的措施 比如说你有比较多的一些存款啊什么的 以备不时之需是非常需要的哦 这个这张牌我会认为 如果你有一些backup的话会好一些哦 你可以去以备一些不时之需的部分 所以是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 而且是那种突如其来的 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部分哦 OK所以这个部分你要比较注意一些咯 好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排哦 然后我们刚才有讲哦 所以如果留到最后的话呢 如果你有些yes or no的问题 我们可以来问一下哦 那你就是一到五号哦 OK一到五号你们选择一个号码 一到五号选择一个号码 然后问你想要问的问题 一到五号选择一个 OK问题 然后看一下到底是yes还是no OK一号是yes OK一号是yes OK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的话 那是yes or no呢 二号哦 OK 有点飞太多 还会让它飞到地上 所以再来 二号 二号是yes or no呢 这张 也是一个yes OK 二号也是一个yes 三号的问题是yes还是no呢 三号也是一个yes OK 三号也是一个yes 四号 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的话 yes or no 如果再不出来 我就要用抽的 OK 再洗三次 一 yes or no 四号牌 OK 还用抽牌的 yes OK 也是一个yes 但是你可能会需要等久一点哦 因为它不能没有自己掉 好然后如果选五号的 五号是yes or no呢 五号是yes or no 五号是yes or no yes 今天一号牌组都是yes呢 OK 都yes 好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排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 我们就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讯息哦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是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是Five of Pentacles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在工作的部分哦 可能你们的公司的财务状况 也许有些问题 财务的状况也许有一些问题 可能有一些公司上面的一些周转啊 或者是说 这个有可能是 比如说你有些客户哦 最近就是可能想要跟你说 啊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啦 想要解约啦 或者是说我可能要再晚一点的时候 可能手头松松一些 才有办法跟你继续合作啦 就是可能会有些金钱上面的一些问题 有造成你可能业务上面的一些困难哦 在未来七到十天的部分 那可是这个人当然还是希望跟你保持 比较良好的关系啦 并不是说想要决裂 只是现在可能有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些原因 没有办法跟你走一些合作 我这样子的部分哦 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想要 比如说转职啊 或者是你想要换一个什么其他工作的话 抽到这张也不是太好的一个牌哦 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 在等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一些哦 因为这个的话 有可能你就是会 除非啦 除非你是已经有另外一个工作正在 想要挖你脚 或已经可以衔接的非常的好 要不然的话会有一些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财务上面的一些困难的部分 所以这个要注意咯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还有这张牌哦 如果出现的话 你也要特别 如果你是会经手一些钱的部分在你的公司 比如说买货卖货啦 或者是跟客户有些金钱上面的一些交易啊 什么的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调阅他们的一些财务状况的话 也会比较好 所以因为这都是有一些财务上面的一些问题哦 所以比如说会计啊 或什么的时候 你也要不要注意他 比如说写给你的支票啊 或者是你开出去的支票 是不是金额都是对的啦 然后有没有 会不会有跳票的问题啊 什么的 这个都是要不要注意哦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期望10天 如果学业上面的部分呢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哦 哦 学业不错哦 OK 这个第一个有graduation的感觉哦 毕业可以很成功啦 然后还有就是非常的开心啦 这个就是一个结束 然后可以庆祝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意思哦 所以学业的部分还不错 然后你的这个学业运都挺好的 考运什么都不错哦 OK 嗯 呀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找工作的部分的话呢 那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呢 OK 未来期望10天哦 抽到这张牌 找到工作的几率是比较低哦 嗯 目前还是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你可能你去 不管是去面试 或者你在等面试 嗯 或者是你头地表格 嗯 就已经面试完 然后你现在在等消息 然后或者是嗯 嗯 就等消息的部分的话 那么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哦 未来期望10天可能是还是一个 暂时停滞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的一个状态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期望10天 爱情运的部分呢 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 那我们今天讲爱情运去看一个大的部分哦 哦 judgment judgment也是很好耶 哦 大牌 OK 呃 大牌的话都代表是比较大的一些哦 所以呃 未来期望10天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这张牌 除非你有些旧情人啊什么的 那第一个讯息这张牌的话 通常都代表有可能是 比如说旧爱的回来啦 旧人的回归啦 或者是重新又跟之前的一些人有一些联系啊 连结啊 OK OK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另外一个的话 当然也是因为你自己 嗯 有重生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现在也是一个ready的一个状态 说OK 我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恋情进来 所以我觉得呃 就是有有恋情的几率也是非常的高 还有一个这个judgment 通常也代表是那种 就是有一些神注的那种感觉哦 所以呢 嗯 也有一些 比如说就有那种命中 让你觉得有命中注定的感觉啦 或者是什么 所以未来翘十天这一张牌 都是还不错的 然后如果你现在比如说稳定交往的话 这一张牌也代表就是说 嗯 你们可以去重温一下 你们之前的一些感情啦 或者是重燃一些爱火啦 去重新做一些 可能之前你们会很喜欢的一些事情啊 都是挺好的啊 所以这张牌也不错 那如果也是 刚才讲的旧情人的回来的 几率也是挺高的 曖昧的部分 嗯 曖昧的部分的话 这个也是OK 也还行 你看也还行 也是有一种 还不错的感觉 OK 好那么我们最后来看 财运的部分哦 未来翘十天财运的部分 OK King of Cups 这张也不错哦 财运的部分你们是蛮能够 嗯 就是 你的EQ是高的 OK 你们的高情商可以为你们 嗯 就是破财的几率可以减低很多 OK 高情商就是可以让你不要 不会那么的冲动去做某一些事情嘛 然后或者是去消费啊等等 所以这个守财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 然后破财的可能性是偏低的 好 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然后如果你听到这边 然后呢 呃 选择是一号的话是yes or no呢 一到五号yes or no OK 逆位哦 所以这是no OK no 然后如果你选择是二号 二号也太快了 二号是yes OK 二号是yes 你们的问题 这个是yes哦 三号 三号是no OK 三号是no 逆位的关系哦 所以yes就变成no 四号 四号 我发现四号都特别久了 四号 我再洗三次没有跳出来的话 too many 四号再洗 最后一次 OK 没有出来 四号的话就是我抽 it's a yes OK yes 四号是yes 五号 五号是yes or no no 五号 no OK 五号是no OK 好 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简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 拜拜 好 我会问你们选择的是三号牌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呢 OK 第一个是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出现的是这个death OK 死神牌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有一种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在工作上面可能你会有一种新生倦态啦 或者是你想要离开啦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也有可能公司会想要有一些重组啦 重新整合啦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状态哦 所以会有一些蛮大的一些变化跟改变哦 那当然这有可能会去想要去 比如说公司会有一些缩编啦 或者想要去裁掉一些什么东西啦 也是有哦 就是蛮多重整重新开始啊 重组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哦 你看在公司里面哦 所以这个是其中这个部分的讯息 那当然了 如果你想要 比如说你想要离开这间公司的话 你抽到这张牌也是 也算是一个 算符合你可能现在心里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啊我想要离开了 是不是应该离开这间公司啊什么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 就说这间公司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希望啊什么 虽然它是有些重组啊或什么 可是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 如果你愿意跟它一起就是重新开始的话 当然也OK 但如果你是想要 比如说跳到一个更好的地方的话 可能这间公司也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了 这看你的看你的状况啊 但有一些就是哦我想要跟从公司一起嘛 所以这是OK的 好哦 这个也有可能 比如说公司里面有些人事上面的一些变动 或者是有一些 如果不是公司很大的一个的话 也是人事上面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动啊 转转替啊 换部门啦 什么老板换另外一位啦 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次也是有的 就是蛮大一些变化的 OK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小时天 如果学业上面的话呢 学业运 哦 哦 学业运很好耶 Combination 看到没有 经历史 学业运超级棒哦 未来七小时天 你只要有努力就一定有收获 OK 这一定就是一个有实质上面收获的 OK 刚刚被打断哦 所以呢 嗯 非常有趣哦 刚刚打来打断的人 就是这一位天蝎座 对不对 就是这张牌所表示的天蝎座 嗯 Anyways 好 那么 呃 就是学业运的话 非常的好 OK 所以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所以只要有付出 就会有实质上面的努力 OK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 哦 早会找到工作 而且还 OK 应该 你看上面就写New Job OK 新工作 找到工作几率的很高 但是有一个这张牌哦 因为它是这个 Page of Pentacles嘛 Page的话是逝者 逝者通常代表的就是一个 比较年轻的一个状态 所以有可能这个职位 maybe不会那么的高 或者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的部分哦 那可能钱的话也会从比较低 少一些些的从可能新进员工 或新这种入门 entrance level 这种开始算哦 所以但是找到会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的几率很高 只是可能 有一个learning curve OK 好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 7到10天 爱情运的部分 爱情运也是 interesting OK 这张牌哦 爱情运的话 抽到了金币三 第一个讯息哦 OK 第一个讯息的话 大家就是有一个一致的 OK 大家我们有一致的看法 一致的想法 三观是一样的 OK 一样的三观 所以这个还不错哦 所以那 如果你现在单身的话 也有可能 你可以找得到还不错的人 跟你三观一致 但是因为出现的是一个金币三哦 那三通常也是代表是说 就不是两个人的一个状态 所以可能你有些情敌啊 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是其他的这个恋爱状态的话 这个也是代表 有可能有一些情敌的状态 所以可能可以参考一下 OK 不是绝对的 但是也有可能 通常大家会觉得 哦好像是宝剑三啦 或者是圣杯三才是 就是好像有第三者或什么的 可是其实所有的三号牌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金币三也是哦 所以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竞争者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不表示一定 好像就是怎么了 可是就是有情敌的部分 你看 好 那所以有两个吧 就你看一下 你是哪一个 第一个是当然你们就是 两个人 两个人的三观是很一致的 你就觉得 哇 我们就是像一个team 我们就是一个team 我们像一个团体一样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有可能是有轻敌的一个状态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 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 财运部分还不错 这个是保健六 保健六的话 通常代表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感觉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的财运的部分 也会趋于一个比较平静 如果财运趋于平静什么意思呢 就起伏不会很大 起伏不大就代表 比较能够守住财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哦 所以这个守财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破财的可能性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恭喜你们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呢 如果你留到这里 然后你又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想要问的话呢 然后它又是一个yes or no的问题 那么 你就可以从接下来的五个数字哦 一到五号 一二三四五 一到五号选择一个数字 然后对应你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是yes or no 好所以一到五号如果你选择的是一号的话是yes还是no呢 一到五号 yes or no yes or no 好 to my name 它还跳不出来我可能要抽哦 来了 yes OK it's a yes 好 如果是二号牌组的话 我选择二号的 二号的话是 OK it's a no no的话是因为反逆位哦 刚刚有看到吗 是这样子OK 我就直接这样反 no OK 好 三号 选择三号的话是yes还是no呢 OK it's a no OK 三号是no 四号 四号是yes OK 四号是yes 五号 选择五号 五号是yes OK 好 very nice 好 那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选 这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你们呢 第一个是工作运的部分 OK 工作运是two of sorts 保健二 保健二通常代表是什么呢 也是有一种停滞的感觉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运可能没有那么的顺 或者 其实保健二也代表是有一些决定或决策需要做 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下决心下决定 所以这张牌也是一种就是停滞 你可能有一些比较艰难的东西 你必须你要去做一些决策或决定 但没有办法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停滞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是说抽到这张牌的话 你会觉得好像觉得是不是工作上面会 会不是那么的OK 我觉得只是一些不顺的 就停滞的状态 倒没有说 我不能说不顺 但是停摆停滞 没有进展的感觉 可是工作上面其实是还是算是蛮 蛮con的 因为通常保健二代表的 它是一个平静的感觉 但是你只是犹豫不决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犹豫不决 摆脱不定的那种状态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很激烈的 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工作上面 工作环境啊或者工作的一些东西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还是是算盘平静的 可是你的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烦恼啦 或者是你需要去做一些决定啊 或者是什么 可是你没有办法去下那个最后的决心或什么的 那也有可能 比如说工作上面 你就说平平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也进行不了 推进不了 就是就有点卡住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也是有的 OK 所以这个 不过还好是小牌啦 所以就是未来七到十天这个状态 忍一下 OK 那可能下个礼拜会好一些 或不是不见得下礼拜啊 就是过了这一个这一阵子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小牌的话 它的时间状态不会last太久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学业的部分怎么样呢 OK 学业是7 of Wands 这张牌的话 你在学业部分 你必须要做蛮大的一些努力 可能才有看到一些成绩 第一个有可能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学的 或者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所以你好像感觉需要 不要奋战 不要要花加倍的努力 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说 这个东西是你非常想要学的 可是外界是不帮助你 不支援你 不support你 所以你也是要花非常大的一些力气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状况 都感觉不是那么的畅通 然后都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些力气的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怎么说呢 别人不支援你 但是我觉得你心里面的是够强大的 所以你觉得我会排除万难 我一定会做到 我一定要成功 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还不错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意志力 或者是你的这种坚强 其实是会让你还不错的 那如果你是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不是我很想要做的 可是旁边的人是一直希望我做 所以你也会为了旁边的人 或者是旁边的就其他的人 然后你也会做蛮多的努力 所以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好 只是中间的状态 可能一个是你是很愿意去做 可是别人不支持 你就想要证明给他看 versus是说 ok我是很care别人的眼光 那我也想要care别人的期待 所以我必须要去符合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但结果来看的话都是算不错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找工作的部分 是找到工作几率是怎么样呢 这张牌也很好 金币骑士 所以这张牌找到工作的几率也是很高 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久一点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这个金币骑士 所以还不错 找到工作的几率很高 但也许花时间久一点 但是你只要有付出努力 然后而且你这个 这张牌通常来说 是会给你一些 持值上面的一些回馈跟金钱的 金钱 最后的给你的那个薪水 是还不错的 ok是还不错 好哦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恋爱运的部分 恋爱运是保健3 所以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想要脱单的话呢 未来7到10天可能 几率是比较偏低 然后 暧昧的状况的话 通常也是 就是可能还是 比较维持在暧昧的状态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前进 那如果你现在是 正在稳定交往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 让你蛮吃惊 蛮惊吓的一些事情 因为这张牌 不见得一定是分手 也许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 就是有一些 惊吓啦 或者是你 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些事情 让你发现 就说 哦 怎么会这样 ok怎么会这样 但 嗯 就是 因为这张牌 通常就是那种 有点吓到的感觉 ok 所以 我这样讲的话 可能会让那个吻焦 我觉得最害怕的 应该是吻焦的状况 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你惊吓的状况 也有可能 比如说你的伴侣 突然做了什么事情 比如说 哎呀 工作上面 跌了一个焦什么的 然后 嗯 要去打个石膏 好像讲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就 不是你们感情上的问题 可能就是他 他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让你很惊吓 或你出了一些什么状况 让他很吓 之类的 这个也是有的 那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也是要注意一下身体的部分 这张牌出现的时候 都要注意身体 所以健康的部分也很重要 ok 好 那么 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财运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财运是好还是不好呢 ok 财运的话是这个King 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 这张牌 会有一个突破点 通常宝剑骑士 也是算一种突破的牌卡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财运上面有一些卡住啦 或者有一点就是一直平平的话 财运会有一个突破 可是因为是一个保健牌 所以通常保健牌出现的时候 都是会有一个破财的可能性 所以会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 可是你的财运应该也有一个突破点 比如说你终于可以打破你之前的一个状态 可能钱就比较少啊 或什么试验中可以赚的比较多了 那但是你可能赚的多也有可能出的多之类的 但是至少冲破了一个瓶口这样子 所以财运的部分可以冲破一个瓶颈或瓶口 可是呢会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么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快速的yes or no来做一个回答 那你们选择1到5号 12345 1到5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是yes还是no OK 好 1到5号 如果你选择的是1号的话 是yes还是no呢 1号是yes还是no呢 选择1号是yes还是no 2号是mabby OK通常出现mabby我们都会选 看是yes还是no mabby 哇你是两张mabby 为什么 因为这张lovers的牌就是yes no两个 也是代表mabby 他逆位也是mabby 所以2号的话 如果你选择是这个的话 你现在问的问题是 不太 就是一个mabby 他也有可能是yes 有可能是no 现在还不是知道真正最后的走向的一个时候 所以他就是一个 就真的是一个有可能 OK mabby的 好 如果是3号的话 3号是yes 你两张牌都是yes OK yes 4号 4号牌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不是 4号选项问你的问题是4号的话 是yes还是no呢 4号 选择4号的话 4号又来了 这么久 来了来了 4号yes OK 4号是yes 5号 too many 5号是yes还是no 来了来了 5号是yes OK 5号是yes 好 这个就是给4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和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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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